三国时期曹操带兵攻打吴国 刘备派军师诸葛亮到吴国 打算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 可是吴国的大都督周瑜 很嫉妒诸葛亮的才能 要他在十天内造出十万只弓箭 我只要三天就可以了 三天怎么可能呢 于是周瑜派大将鲁肃前去查探 第三天一早鲁肃就来向周瑜禀报 都督诸葛亮的十万只箭运到了 原来诸葛先生早就算出这三天会有大雾 于是让我准备了二十只小船 又扎了许多草人立在船上 昨天夜里我们趁着大雾驶向了草营 曹操看见江上大雾弥漫 怕中我们的埋伏 就让士兵用先射我们 可是箭都射在了草人身上 二十只船足足带回来了十万只弓箭 哦 原来诸葛先生使用这种方法 向曹操借箭呀 是啊 这一切可都在诸葛先生的预料之中 诸葛先生真是神机妙算 我不如他呀 神机妙算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 灵巧的心机已达到神奇的程度 比喻计谋高明 这一切可都不想 不想 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